大家Happy Weekend 周末快樂 今天準備和大家談論一個禁忌題目 就是有關性生活的題目 不過在開始之前想提提大家 撐小肥演唱會已經開始接受門票訂購 小肥將會在星期三9月14日 和星期四9月15日 在旺角麥花省球場舉行兩場演唱會 這場演唱會可以說是配合一張叫做 Modern Classic 2010至2020的新碟發放 或者反過來說 這隻新碟是為了配合這場演唱會而推出的 不單有CD版還有黑膠唱片版 不過全部都不會有公開發售 只是限量生產了一千隻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拿到這些唱片的話 可以買一套敬殺小肥演唱會門票 叫Ultimate Fans Package 價錢是一千九百九十九元 當然包括了兩張演唱會 VIP門票在內 兩張唱片你選擇CD也可以 你選擇黑膠唱片版本也可以 還有兩個歌曲的NFT 如果只想感受和聽到小肥演唱會的演繹 就可以賣演唱會門票 388元的門票就已經賣光了 688元的門票仍然是有得購買的 詳情可以在下面說明 description的欄目那裏找得到 只需要你按一按相關的連結 就可以得到相關的資訊和訂票了 今天和大家談論的是一宗夫婦涉嫌 合力強姦外傭的案件 案件的編號是HCCC134-20 我一直都很想說這件案 但一直都沒有提及是因為還未審訊完畢 現在審訊完結了 陪審團也作出了一個裁決 所以大家可以談一談 男被告叫陳潛德 案發時是44歲的 他被控大約在2018年1月20日 在元朗洪福邨的一個單位 是干犯一項企圖強姦罪和一項強姦罪的 他的前妻案發時是他太太 女被告黎芷珊 當時他是32歲 他被控在同日同地 在干犯協助和教唆強姦罪和猥蝕侵犯罪 兩個人一共是被控四項罪名 事主是他們兩個人所聘用的菲律賓家庭用工 我們將他稱呼為X 事主X早前作供的時候說 案發當晚他的女僱主就說 Sir like you pay money 要求他去到主人房 去到之後就被男僱主 跑到床上強姦他 女僱主都曾經撫摸過他的恐怖 男女被告同時都否認這些控罪 男被告陳潛德早前出庭作供的時候就說 他和女被告黎芷珊是在2007年結婚的 案發的時候就已經有一個八歲的女兒 和一個一歲半的兒子 和女被告婚後的感情起初是挺好的 但之後就變得一般 還坦白承認他平日有時都會出去尋找性伴侶和召妓 他是這樣說的 我經常都會出去玩女人叫雞 還說他的太太是知道的 我相信這樣的行為 可能是導致婚姻出現裂痕的原因之一 案發之後一至兩天 他們兩個就同意離婚 現在那兩個子女就是由男被告去照顧 這位男被告就說 這個非傭照顧小朋友的能力是不高的 又不懂得怎樣煮飯 很多掉漏 做錯事的時候就經常被他當時的太太罵 男被告經常都為他解圍 又教他怎樣去煮菜 男被告憶述案發當日回到家的時候 感覺到家裡的氣氛不是太好 他估計一定是太太 即是他的前妻 罵了X 罵了他一頓 所以他就主動問 吃不吃這個豬大腸 就為他們兩個人解圍 男被告教非傭X去炸豬大腸 在教他的時候 兩個人有眼神的接觸 炸完豬大腸之後 男被告就為了給非傭X一塊給他吃 之後男被告入到房間之後 就說突然有這個盛環相 是想和這個X做愛 所以就拿了女被告的手機給他一個信息 Sir like you 還有Do you like it Sir 給了非傭X X在女被告在洗澡期間 自己進了主人房 男被告就問他 一起睡覺 Sleeping X微笑點頭 而男被告就給了一百元 兩個人跟著自己開始是 歡意解大 就做愛了 男被告形容X 當時是沒有拒絕的 沒有反抗 沒有大叫 沒有說不好 還說很快就完事了 十分鐘之內就完事了 男被告就說 兩個人性交之後 當非傭X拿衣服走出去的時候 剛剛他太太洗澡後 就看到了 男被告之後 就把留在房間裡的一百元 還有再加多五十元 拿出房間給X 他太太就問 你們做甚麼 男被告就說 你看到的是金錢交易 他太太當然很生氣 就罵他賤格離譜 還刮了他一巴掌 他太太接著去到非傭X的房間 就用粗原衛魚來罵他 這位男被告就解釋 被質問那一刻很想逃避 但當晚趁著女被告洗澡的時候 真的突然有衝動做愛 所以就叫了X去做愛 對了 男被告另外在控方的盤問之下解釋 他和這位非傭 案發之前是有神交的 他所指的是你眼望我眼 雖然是沒有身體接觸 事發之後的一段時間 又說家裡收到一些信件和來電 就說X借了錢未還 要求他還款等等 代表吳出庭自辯的女被告大律師陳文偉 就指出 他說這位男被告出庭作供的時候 不準備又不思考 是令人火滾和厭惡的 是一名完全沒有得底線的渣男 但是這樣 他面對控方盤問的時候 怎麼裁他都裁他不散 陳文偉又說 兩名被告分別和警方作出錄影會面紀錄 都是鎮情流露的兩個人的說法是一致的 可以見到兩個被告根本沒有夾過口供 相反 非傭所說的案發經過很多版本 還指出一點 女被告在事發之後三天去家事法庭簽子離婚 現在要在茶餐廳打工住劏房 如果兩個被告是合謀強姦的話 女被告為什麼現在還要過著這麼悲慘的生活 重申女被告 嫁給一個這麼無恥的人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代表男被告的大律師 林子瑩結案陳詞的時候 就反問陪審團 為人家父母 你會不會是一個八歲的女兒和一歲半的兒子 在這裡的時候去強姦菲蓉呢 又說菲蓉X的說法是誇張實實不合邏輯 辯方在結案陳詞的時候 歷塵菲蓉X的證供是不可信的 例如他又說曾經聲勢力竭求救二十分鐘 又說男僱主只是抽策不足九十次 但同房的一歲半的嬰兒子和隔離房的八歲的女兒 都沒有被吵醒到 而且菲蓉X起初只被男被告拋到床上 後來就改口或推到床上 便可見他是前言不對後語 四男三女的陪審團在高等法院 他們退庭商議了三個多四個小時後 一致裁定男被告的企圖強姦和強姦罪 和女被告的協助強姦和非禮罪 四項的罪名全部都是不成立的 法官李雲騰在裁決之後 特別和主控官說 結果是和控方的表現無關的 其實你表現很好 這真是證據的問題 我首先接觸到這宗新聞 令我上起了兩個概念 分別是性解放和性放縱這兩個觀念 兩者其實真的有很大的分別 性解放在英文中叫做sexual liberation 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去到七十年代 在西方國家主要是美國的一項社會運動 有些人就叫這個社會運動做性革命 sexual revolution 這個社會運動最初的宗旨 我強調是最初的宗旨 是想拋棄一些傳統道德的觀念 對性行為的約束 打破傳統的宗教化禁辱觀念 這和當時美國的大時代背景有關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期間 美國進入了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 婦女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都大大提高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 越來越多女性開始要求和男性有同樣的社會地位 要求脫離傳統的家庭主婦的社會角色和社會定型 進而演變成為要求對自己身體的一種控制權 要求改變基督教禁止離婚這個戒律 主張婚姻自由 不過這樣 接下來這些要求 我想對一些人來說都覺得合理 一些合理的要求逐漸已經變成對宗教聖道德的全面否定 認為聖教是人人都應該有的與生俱來的權利 性行為是個人的事 只要雙方自願就可以發生兩性關係 性行為是不應該受和婚姻有關的道德和法律限制的 他人和社會對這件事是無權干涉的 性自由者是反對一切的性欲促 是主張性愛和情愛可以分開的 性和婚姻分離得 否認同精和精潔的觀念 還要提倡婚前和婚外性行為 要社會接受是婚和同居 一些極端的性自由者不單止主張槍技合法化 甚至認為亂論都沒有問題 不應該受到指責 不應該受到法律制裁 簡單來說可以這樣說 性解放本來開頭的時候都是一件好事 要求提高女性的社會地位 讓女性都可以過自主的生活 不需要被一些教條 或者社會傳統的定義和規範所影響 但這件事不只是在一條這麼大、這麼正的路發展 很可憐一條康莊大道 真是走一走一下好像是走偏了 就發展成為性放縱 我不準備為這宗案件的難被告 作出任何的道德審判 又或者是對這位非用X作出任何的道德審判 不過我覺得可以藉著這宗案件好好思考一下 我上述提出的這個議題 在中國人的社會即使到今天 仍然都是一個禁忌的題目 不應該去談論 我認為這樣是不健康的 畢竟在大部分人的生活當中 性生活都是生活的很重要的一環 青少年成長的階段 這個議題就更加重要了 討論多一些是有助於審視自己在這方面 應該如何自處 大家好,我是Hailey 大家都知道了 好朋友小肥 接下來會在9月14、15日 在旺角麥花省開展 她唱歌當然要在現場聽才夠震撼 所以大家都要跟我一樣去支持小肥